大家好 欢迎收看与众不同 我是工业技术研究院产业服务中心 廖荣黄 2021年全球的太空产业产值已经大到3860亿美元 它已经是同时期半导体产业的七成 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台湾可以琢磨的地方 主要是在地面设备 因为台湾在过去的二三十年期间 我们在ICT 半导体 光电 以及机密加工产业 有很好的成果 同时我们的国家太空中心 在过去三十年也有很好的科研成果 因此工业技术研究院在这个时候 在政府大力地支持我们的太空产业的时候 工业技术研究院就在协助国家太空中心 以及我们的产业 如何利用过去三十年的成果 在这个当头我们把太空产业做起来 而地面设备里面主要的就是User Terminal 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地面终端设备 这里面包含了天线 包含了Cable 包含了电源 以及包含了网路路由器 而里面最更重要的就是很多的晶片 而我们知道台湾是半导体晶片的主要的生产设计 以及验测的国家 所以这个在未来地面设备的发展 其实台湾是有很高的机会的 台湾已经是全球第三十三个拥有专属的太空发展法的国家 同时台湾政府也已通过了第三期太空发展计划 打算用十年251亿的经费 同时每年也有四五十亿以上的经费的成长 来协助政府以及协助我们的企业 能够进军庞大以及快速成长的太空市场 台湾现在的产业大部分还是属于OEM代工的方式 也就是国外的厂商他们多半是把台湾的厂商 在这个供应链里面属于比较低阶的关键原组件的生产跟制造 但是我们知道一个供应链比较高端的价值 属于上端的系统整合的部分 过去两年国际的卫星营运商已经陆陆续续的来到台湾 寻找适合他们的台湾的供应链 在这里面台湾的供应链的角色 多半扮演的是供应链的下层的角色 也就是关键的零组件以及模组次系统 可是我们知道供应链要有价值 就是要往上端走 也就是要往系统整合的地方走 而台湾在这个时候 我们该怎么去协助我们的企业 能够往供应链的上层走呢 因此工业技术研究院就端出了四个方案 能够协助政府以及协助国内的企业 能够往国际卫星的供应链 往更高价值的地方去走 第一个是从技术面来切入 希望可以协助国内的厂商 能够让他们从基本的元件的发展 能够往系统整合的技术去开发 协助他们做系统整合 协助他们做技术发展等等 第二个层面是从产品面来看 我们知道卫星彩节系统 包含了卫星发射 卫星制造地面设备以及应用服务 而地面设备 虽然是目前台湾的企业容易切入的地方 但是我们知道其他的产值 其他的市场跟系统也是很重要的 所以当我们低头在做地面设备的时候 其实我们也不要忘了台湾看看 天空上面的卫星 它的产值 它的价值其实也更高 所以从产品面的角度来看 可以协助国内的厂商 往更多的地方去发展 另外在火箭发射 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议题 因为唯有一个国家 拥有自己的火箭发射的载体 我开发出来的设备 我开发出来的卫星 才能够不受到其他国家的发射计划而所影响 第三个这是在市场面 希望可以让国内的厂商 可以有更多的想象力 透过不同市场的发展 透过不同的联想力 能够去开发出更多更创新的产品 最后这是财务面 希望国内的厂商 不要只是受限于传统家族企业的一些股份的影响 而能够以更开放的心态 能够接受国际的资金 同时也开创更多的合作的机会 以上是今天的内容 谢谢收看 再会